街坊连织们 大家好啊 你们是挺好啊 我这脸上不太好啊 知道怎么回事吗 一会你们就知道了 我今天来啊 是投奔老范大哥 还有老米大嫂子 我先到他们家去看看啊 一会咱们再见 老范大哥呀 老米大嫂子 哎呀妈呀 这门咋还大厂次开的呢 这家里没人是哪的 哎我说人呢 哎刚刚你大舅来了 咋不出来迎接我一下啊 哎哎大舅啊 哎呀大舅来了 哎呀大舅 哎呀我说他大舅啊 来就来呗 低了双挂 拎这些东西干啥呀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 老米大嫂子 还有老范大哥啊 centro 我这个行олет有点对不住啊 不过我得实话实说啊 这东西啊不是送给你们的 我今天来呢 就是向你们正式宣布啊 我要离家出走 展开 大舅啊 坐这坐这 大舅啊 这这咋回事啊 咋回事你看呗 这还用关咋回事吗 两口子吵架了呗 大舅啊 吵个架咱也不能走啊 他走什么走 他能往哪走 往哪走啊他呀 他还往哪走 我跟你说老范大哥 我都想好了 天涯还叫任我游 我要走遍五大轴 你要走遍五大轴 你上俺家干好了呀 俺家是五大轴啊 哎老范头 别人没说话 你咋就跟我强着呢 哎 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呀 哎 我奏充你这老范头 我现在还说走就走 我跟你说 我说 谁别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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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拦我 谁是小狗 我还说走就走 我 我倒是想走 但是有点问题呀 大门临啊 哎 我走得匆忙 带了个空壶 你给我灌满了水 灌上水 我就走 对 别拦我 别拦我 你别拦我 你看你千万别让我做 我根本我就不想 去做 我说您呐 先在家里吧 消消气 你知道为啥事 我消消气啊 我这气我消不下来呀 到底因为啥事 因为啥我就想说这事呢 它是这么回事啊 这不是春暖花开了吗 季节变幻哪 你大舅妈呀 心血来潮就逛节去了 好家伙卖了一大堆衣服啊 花了两千多块钱 两千哪 两千 哎呀 不用问了 你这是欣赏钱了 季王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我季妈花两千块钱 买点衣服 怎么了 您就为这事 您就走啊 就是 闭嘴 你大舅我是那小气的人吗 你别看我长的时候 心胸很宽阔的 我跟你说 我根本就不心疼那钱 那是那衣服不好看呢 不是不好看 是因为他买回来 衣服做那事 让我看不下去 哎呀 你是值不到啊 把衣服买回来之后 学人电视里边的模特 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啊 然后在我面前 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一边走还一边问我 老伴啊 好看不 老伴啊 好看不 这把我弄的脑袋一个劲儿 说你妈我都迷糊了 哎散了慌了 好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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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都别人了 哎妈 听不下来了 那你说 弟妹买的衣服到底好不好看呢 听 听没听了 要说她买的衣服 还真是好看 那不就完了吗 那您就说好看不就完了吗 衣服好看 穿在你舅妈身上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这么说吧 不是啊 款式不对 就是颜色不好 那衣服让她穿出去 那人家一看 那不得笑到大牙呀 不是说她疯了 但是说她傻呀 那你就说不好看 那种话她会说吗 说那种话 那是有科技含量的 她说不出来 她不对 两口子这么多年了 那还什么科技含量 有啥话就直接说就完了吗 对呀 对 钢子 我就跟你想的一样 我是直来直去 我有啥话我就说啥话 我绝不昧着良心说假话呀 当时我就对你大舅妈一拍镯子 我告诉你老婆子 你穿上这些衣服 那就是好比老黄瓜 我刷了一层绿漆 你装的 哎呀 他大舅啊 这句话真欠考虑 这不找着打架吗 对呀 哎呀 大早的你算说对了 我话音刚落 只见你大舅妈 成家就蹦起来了 哎呀 跟没啥不一样了 然后就求我使出了 旧鹰白骨爪啊 卡卡卡卡卡卡 挠了我满脸花呀 这不就成这样了 我跟你说 不光哪我呀 还年往往外走啊 这不我现在没办法呀 你说我这日子可要怎么过呀 啊啊啊啊啊啊